大家好我是尚心凌 我是刘志明 欢迎来到上流投资宿 志明哥 我觉得现在最准的分析师就是黄仁勋 被他点名到的 然后他后面的看板点名到的公司 我觉得他帮Computest站先预热了 所以大咖们都来的情况下 整个台国的火热程度真的是可见一斑 我们这些就是不只要看Computest站 我们还从中找到十党AI之眼 可能是下半年上级爆发的一些公司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回复一下会员们影片的留言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志明哥我要先问一下 这次黄仁勋这种超级风潮 不仅是美食小吃要注意 一起吃饭的一些公司也要注意 还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我们这次 比较没有人会点名到或提醒到 财讯周年庆开跑啦 从5月9号到8月31号 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 一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 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 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业趋势 掌握投资卖动吧 其实我们看这次黄仁勋来台湾 确定说AI的发展 未来5年10年都是一个高速成长一个状态下 所以说跟黄仁勋有连结的公司 不得了了 大家讲的他是财神业 反正只要跟他连结就会发达 这当然就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过去10年可能在智慧型手机 现在开始就是AI手机的发展 而且他不是短期了 他可能是三五年的发展 黄仁勋在他的演讲中也讲说 他现在已经规划到2027的一些产品 这部分其实就跟台积电的 那个制程发展是有密切的关系 当台积电的制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等于是会打就会推出对应的产品 在AI伺服器上 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晶片是蛮缺的 所以说大家会追逐晶片相关的一些公司 像晶片散热相关这些公司都涨幅蛮高 可以说是第一波先涨 但有一些关键女主件 其实它涨幅并没有高 反而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 像我们讲AI的晶片就是AI的大脑 镜头或一些感测元件这方面的东西的话 等于是AI的眼睛 所以说他接下来当AI的大脑 相关公司涨幅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能有部分资金会转移到 机器比较低的这些镜头 甚至是感测相关的这些元件 应该是投资人也可以特别关注这个领域 没错 知名哥我知道你最近也去拜访了华晶科这样子 跟镜头有关系的 那他这一波是跟AI有牵连到吗 华晶科最大的故事是因为他以前是全球前三大数位相机的制造商 而且他以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 他就是被智慧型手机打败 当时好像没有转到智慧型手机 所以说你可能转的不够快的话你就被取代 他现在就是在机器人 我们知道所罗门 也是个被点名点到的公司 但是他股价也就从10块涨到180以上 他其实就跟所有人合作做那些机器人的镜头 他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其实像一般的镜头公司 不会有自己的IC半导体在自己的公司内部 因为他其实蛮花钱的 像你开一个IC至少要花5000万 然后你初期如果产品的量不大的话 对你的营收成长动力是很小 而且会拖累你的EPS的成长 对 没错 华金科他其实在数位相机时代 因为拿不到日本晶片 所以他公司内部自己就有一个IC设计的部门 数位相机被淘汰之后 就慢慢的转到一些高阶这种影像处理的这种系统里面 他这一波就有搭上这样的热潮 就跟索萌合作 所以说这影像部分的处理 对他来讲就会越来越好 像佳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像日本很多CMods相关技术 有关AI的视觉的系统 他其实也导入 所以说看起来在佳能跟华金科这部分 当晶片热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进入这个领域已经卡位的人 他就会被这些新的资金看到 我觉得他今年应该有不错的表现 像志明哥我觉得可能第一波 大家可能就是先买一些 威达相关点名道的供应链 可是我感觉似乎就是现在 黄连迅也有强调特别是 LOBA机器人这一块 然后我感觉刚才志明哥的意思是说 可能现在都比较偏向于公控 就工业电脑这边会先运用到 那你采访过程中还有哪些 你觉得是可以分享给同事朋友 你看我会打算在AI伺服器里面 等于是独霸世界了 超强 超强 等于是AI伺服器的美金是独霸 尤其四大云端中心都使用它的产品 重点是它在下一个阶段 它锁定是什么 工业机器人跟人形机器人这部分 它自己有一个叫做GR00T的一个系统 其实它就是一个生成式AI的系统 如果你用它这个系统的话 其实你的机器人也会变成智慧化 所以也会有人力智慧 对这个业界改变其实蛮大 像黄迅迅他在演讲说 有强调很多鸿海像台湾电 在制造上面的 其实都已经导入这相关的一些公司 所以说对制造业的一些革命的话 其实影响是蛮大 这部分的商机不会比云端伺服器 商机要少 所以说都值得大家特别去关注 其实还有一个像大家知道 航运最近又突然变红 其实航运也有一些感觉 除了因为鸿海关系 所以说因为你要绕远路 听说从台湾跑到欧洲3.5趟 就可以赚到一艘船的这样的 运费又调涨了 其实货柜航运在这方面 AI的布局也是蛮多 像台湾有一家工业电脑公司叫辛翰 他有帮长龙在7号码头货柜做一个AI系统 当船进来的时候 你到底要哪一台货柜车把货柜拖走 他们都有一些配套措施 其实这都会一些影像处理跟AI系统的整合 像辛翰就有卡位这样的商机 的确他也得到实际的案例跟实际的订单 股价也是变得很强势 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的例子 在往后会慢慢的被发现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都有运用到 对会衍生更多 其实你看黄文勋在演讲的时候 他有一个小的机器在到处跑 会牵涉到你未来这种无人的运送的 一些车子的 其实这部分有很多像镜头零组件这部分 其实还有运算的感测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对我赶快帮投资人问一下 像应该讲到镜头 他需要怎么样提升才可以跟AI接轨 最简单的方式去看 像我们Notebook以前 你Notebook用镜头是干嘛 就是两点辨识跟视讯而已 对就是主要视讯 但是AI PC时代 比如说你要视讯的时候 你要记录很多人的回忆的说法 所以你在辨识他到底有几个人 他的位置在哪里 他发生的状况什么 这里面就改变很多 你不是只有镜头而已 你甚至要听得懂 对 这里面很多零组件就会在里面 比如说像郁太 他是这种简照的那种麦克风 打电动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就是用鱼太 对 他会给人知道AI PC的这部分的效益 他其实股价当然修正一小段 但是其实未来我觉得还是蛮有上机的 还有就是在AI手机的这部分 我们知道苹果在AI领域 其实等于是落后了整个市场 估计在导入之后 比如说iPhone16这方面的相关的功能也会提升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镜头的规格跟功能也会提升 大家都预估苹果9月底推出的iPhone16 潜望式镜头和相关整合AI的部分 应该是精锐进出 所以说镜头相关的公司像大一光预晶光这部分 应该是从现在起到16推出之后效应会慢慢提升 而且以前的潜望式镜头size比较大 它是蛮耗产能的 当苹果的潜望式镜头已经从最高级 开始往中低级方向发展 相关的营收都会提升 另外像AI PC像Notebook里面有先进光 它是以比例为主 全球市占率大概是70% 其实它也扩产了 像月产能大概1800万片 现在可能台中厂增加产能之后 可能会增加到3000万片 为什么会增产 就是因为其实在AI PC这部分的镜头的规格也会提升 在往后AI PC真正推出之后 它也会受益 对 好的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10党AI之言 下半年商机爆发的朋友 就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3期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上流投资数第97集 财团们的留言 上一集的主题是 第一季财报出炉 简单五步骤 栽出十二党优质好鼓舞 我们的频道会员 他留言说蒙力动了 谢谢财讯 我觉得蒙力动一定是黄仁勋的功劳 其实蒙力跟 应该是跟台积电合作比较密切一点 当然因为会达的发达 所以台积电当然在COVAS这部分的自动化设备 当然因为他要投那么多公司 自动化上面的布局会越多 还有就是其实台积电对那种生存式AI的布局 也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它内部有自己的系统是做一些服务自己公司内部的功能 其实这方面也有很多都是用 会达高阶的那种伺服器 那它其实已经在艺人士 静墨式的布局了 所以说蒙力也提供相关技术的整合 所以看起来蒙力不管在自动化 或是静墨式散热 其实因为台积电这个优势 它其实卡位等于是比别人更早一点 所以说看起来它股价强势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你看起来以规达在伺服器变成霸主以后 它需要晶片都是要透过台积电 所以说看起来台积电这往后几年的状况 其实也会不错 所以跟台积电相关的这些公司 也是我们要努力再认真去研究相关的产业 对没错 关于这部分 财讯努力的提供给大家最详实的产业资讯 请大家务必留意投资风险 现在诈骗说法真的很多元 也要多多的留意 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这集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加入频道会员 也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13期 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上流投资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